这是我见过最倔种的男人 在被连番捶抱奄奄引息时 还要倔强地爬起来继续殴打别人 这个倔种就是大名鼎鼎的牛哥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咱们的牛哥从小就是个倔种 被一群孩子殴打时 他硬是一声不吭 把人踹飞后 亮出匕首就要玩命 而他这么倔也是有原因的 牛哥出生不久 父亲便撇下家庭杳无音讯 母亲靠着微薄的收入 艰难养活着三个孩子 几年后父亲回来了 本以为家庭该走向正轨 谁知混蛋父亲三口猫尿入口 就嚷嚷着要拿斧头劈死母亲 好在牛哥极力阻拦 才没让悲剧上演 父亲被抓走后 牛哥的哥哥姐姐 也是嫁人的嫁人当兵的当兵 家中只剩下牛哥一人 但豪情不长 没多久 姐姐和孩子被丈夫抛弃 当兵回家的哥哥 也死在了黑帮之手 而哥哥的离去 更是让牛哥一嫁悲痛欲绝 从此 牛哥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但他不顾正业 成天和狐朋狗友坑猛拐骗 偷抢打砸 渐渐的混成了当地一把 还找到了一个性感漂亮的女朋友小美 这天 牛哥来到一家健身馆 对方表示已经关门 牛哥听后瞬间牛脾气上头 哭示一拳把男人打倒在地 其他同伴健壮 全都围了上来 牛哥抱起木板 哭扫千钧如点席 但最终 双拳男敌四手 被一群人围殴 打得惨不忍睹 事后 为首的光头威胁牛哥 明天送五百块钱来 不然就烧了你的房子 抢了你的老母 牛哥不服气 还想反击 结果不仅又被暴坐了一顿 还让价格翻倍了 可牛哥 哪能拿出这一千块 只能另想办法 这个混混找到当地黑老大 想让他出面 摆平道上纠纷 原来就在刚才 牛哥惹到了 势力更大的混混光头 可他找遍了所有关系 都凑不出一千块的赔偿款 无奈之下 只能找黑老大帮忙 黑老大当场答应 但条件是牛哥从此为他办事 很快 和老大出面解决此事 光头也只能认怂 毕竟 关大一级压死人 但牛哥也从此正式不辱黑帮 每天跟着同伙 开始烧杀抢夺 甚至还合枪实弹 与其他帮派进行火拼 杀人的快感 让他日渐沉沦 完全没了人性可言 就连母亲去世 也没流一滴眼泪 只有姐姐哭得撕心裂肺 好在牛哥一直没有抛弃 青梅竹马小美 还和他结婚了 但幸福的家庭 依然没能挽回他的人性 反而变本家里 到处绑架他人 非法虐待索要钱财 除此之外 牛哥还开始整日不回家 到处寻花问柳 小美不是傻子 早就知道他的肮脏知识 失望至极之下 带上女儿 背上行囊 决定离家出走 可没想到 汽车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小美和女儿双双殒命 看着亲女的尸体 牛哥感受到了 撕心裂肺的痛苦 他默默坐在地上 攥紧女儿冰冷的手 这一刻他后悔不已 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从此之后 牛哥变得更加疯狂 吃起饭来 暴饮暴食没有截止 打人也是往死里干 招招致命 这晚牛哥在舞厅 看到了多年前的仇人光头 他瞬间暴怒 如果不是光头 自己不可能加入黑帮 亲女更不会死 牛哥将所有怨气 撒在光头身上 将他一顿暴揍 可光头也不是好惹的主 他直接找到 更有势力的大老胖哥 答应给他上交双倍酬劳 让其出手解决牛哥 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光天化日 一群凶神恶杀的歹徒 将男人绑上汽车 只因他太嚣张 得罪了黑恶势力 一番言行毒打后 光头还不解气 直接将钉子砸入牛哥脚掌 钻心的彤彤 终于让这个倔种老男人 发出了撕心液肺的哀嚎 看着奄奄一息的牛哥 手下决定先行离开 让光头自行处理 谁知这祸脱下裤子 就要对牛哥飞流直下 却被牛哥一把揪住金针菇 将它按在地上 又捡起一旁的小锤 疯狂即打光头头部 成功将其反杀 随后牛哥咬紧牙关 硬生生用手 将钉子一点点拔了出来 接着拖着受伤的身体 来到姐姐家 姐姐虽然责怪 但还是心疼地抱着他哭泣 休养一段时间后 牛哥还是不忘复仇 他给朋友打去电话 得知了光头死后 胖哥对他们都下达了追杀令 现在死得死逃得逃 想报仇只能靠自己 于是牛哥从熟人手中 拿到了枪支弹药 第二天便躲在了胖哥的必经之路上 等到汽车离近 直接扣动扳机 本以为大厨得报 谁知打开车门发现 里面死的不是胖哥 而是他的孙女 看着自己错杀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牛哥悲痛万分 他虽然混 但从不杀女人和孩子 这一次成为了他心中 永远解不开的心结 为了救赎自己最恶的心灵 牛哥直接找到胖哥的手下 扔下手里的枪 迎接死亡 你干什么 你呢 retail 年轻的 这за子 它西贤人 相奥 这 本篇来自动作犯罪电影《犀牛》 深刻地描述了人生的无奈 不可否认牛哥是个可恨之人 但也是个可悲之人 他的人生仿佛被注定好了一样 从小家境贫寒受尽欺负 让他养成了比牛还倦的性格 到了成年又被人威胁加入了黑社会 到了想安定人生的时刻又遭人追杀 好在最后他唤醒了人性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